南无莲慈海慧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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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怯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正身端坐 当愿众生做菩提坐 心无所着 皆家父坐 当愿众生善根坚固 得不动地 听讲经时 当愿众生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 祝佛菩萨 师父上人 各位法师 各位善知事 大家阿弥陀佛 今天是公元2012年9月23日 学人在这里 会从今晚开始 每个礼拜天跟礼拜一 在这里福隆观音圣事 继续跟大家一起来研究 佛说无量寿经 我用中文可以吗 一个语言就好 全部听得懂 因为这部经 我是2007 开讲 在这边 然后一直讲到 两年九个月之前 就是 2009 12月7号 就停止了 所以停了两年九个月 今天 应援成熟 我又到回来 跟大家把它 讲下去 因为这部经 对所有学佛的人来讲 如果你想说 我以后 离开人间的时候 我想移民去极乐世界 如果你想去极乐世界的话 用什么方法去 这部经会给你很好的答案 这部经叫 佛说无量寿经 就是释迦牟尼佛介绍 无量寿佛 就是阿弥陀佛 然后他会告诉你 为什么有极乐世界 为什么有阿弥陀佛 他以前是什么人 为什么他会后来 成立了极乐世界 他又变成阿弥陀佛 这部经上卷的地方 就是有讲到 他以前是一位比丘 叫法藏比丘 他还没有出教的时候 他是做国王 那么国王学佛 学了佛就了解 做国王到时候也是会死 所以他想 我还是修行好了 我发菩提心 我要成佛度众生 所以他就跑去出家了 国王出了家之后呢 很精进 他就发了大愿 对四字在王如来面前发大愿 发了48愿 所以我们就是在讲解 48愿的第21个愿 现在我们继续研究 我们已经讲解了20个愿 现在看的是第21个愿 就是法藏比丘发第21个愿 大家读 设我得佛 设我得佛就是假设我得成佛果 假如有一天我成了佛 我希望我的世界里的所有人 他说国中天人 就是表示说我的世界里的众生 他绝对不是地狱的众生 他们绝对不是出生 也不是恶鬼 他们也不会是阿修罗 他们是天人 像天人那么自在的人 叫天人 他希望他国中的所有的天人 个个假如不惜成满32大人像 者不取正觉 假如我成了佛 我国中的天人 个个不是完全都能够成就圆满 32种大人像的话 我就不取正觉 就是我就不成佛了 那么什么叫32大人像 我们就会详细的来研究 你们知道吗 如果一个人成了佛 会长得怎么样 一定是非常圆满吗 长相很圆满吗 佛的长相呢 就基本的有32种 大人像 就是32种 great hero great person the marks of great person 就是非常庄严的32种像 这是成了佛才会有的 普通人呢 像好都不是很圆满的啦 那我们现在就来研究咯 将来你成了佛之后 你有什么圆满像 要怎么修行才能够成就32像 这个是按照其他经典有解释 所以我这一次就从这边讲起 讲32像 就是将来你们去了极乐世界 你莲花化身嘛 你一化身 以后你的长相呢 会跟佛一样 你不会像你现在的妈妈或者爸爸 你不会像普通人 你会像佛一样圆满 那么佛有哪一些庄严像 我们现在就从头讲起咯 现在看32像 佛的32个像 第一个像是 足下安平如连底 大家读 足下安平如连底 现在是从他的脚讲起 佛的脚底是怎么样的呢 足下安平如连底 我们来看啊 大致论说 足下安平立项 足下一切着地 坚无所受不容易争 就是告诉你佛的脚底啊 跟我们人的脚底不同 你们的脚底有没有凹凸 有没有 佛的脚底是平 他站着的时候 他的脚底完全每一个部分都 碰在地上 没有一点点空间 可以放针 连针这么细的东西都放不进去 他完全秘密的 就这样子踏在平地上 所以他说 他的足 整个脚足 完全每一个部分都 可以摸到那个地 跟地接触 没有一点空间 连一个针这么细的东西都放不进去 就是表示说 足底平 又平又直又柔软 没有凹处 按住密着地面之相 为什么一个人脚可以这么平呢 脚底 这个人如果脚底这么平需要脚底按摩吗 不用了 他不会有病了 他是因为在以前行菩萨道的时候 然后修什么呢 六波罗蜜 修六波罗蜜 所以才可以赶得这个妙像脚底平 平如连底 好像那个连就是一个盒子啦 每一个盒子下面不是平平的吗 你放在地上完全是没有空间的嘛 就是能够有这个像的人表示这个人呢 是可以引导众生修习佛法 可以带领众生得到无量的法义 有这种功德才会有这样的脚底平到这样子 明白吗 那么什么叫六波罗蜜 你们知道吗 菩萨修六波罗蜜 指纹你知道吗 什么是六波罗蜜 第一个是什么 不思 然后呢 慈戒 忍入 精进 禅定 最后呢 波罗 波罗就是智慧 要修这个六度波罗蜜 修圆满了 你的脚底就是平的 下面的脚底是平的 没有凹处 我们看第二个像 他的足也是讲他的脚 大家读 足下千伏伦向 我们来看解释啊 等一下才讲这部经 先看那个 足下二轮向 千伏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好像你们看轮子 那个轮子有那个 他的周遭这个叫轮的网咯 然后他的中间有一条一条 那个叫伏 千伏就是叫伏 然后中间那个叫骨 所以伏的意思就是车轮中间 连接车骨跟轮圈的植木 那个就是叫做伏 那个就是叫做伏 然后网呢 就是指车轮的外框 骨就是车轮中心的圆木 也就是说佛的 他是足下有两个这种轮 有这种像 他的脚底下面 有两个那个两只脚嘛 一只脚都有一个咯 他有一个轮在他的脚下 那个轮有一千个伏 一千个支 那个支 中间有一个圆圆的圆木咯 那个叫骨咯 旁边那个圆圈那个叫网咯 就是说表示说 他三种都具足 这个他脚底这个不用这些肚子 他自然有了 一出事就有这个千伏轮 一个轮在他的脚底 有一千支伏 然后呢 他说这个是自然成就不带人工 连天上的工程师 匹首结膜 也不能变化出这样子的妙像 你们知道吗 我们人间也有很厉害的architect 人间的architect 实际上最有名的architect 也不如天上的architect 对不对 天上的architect 有一个最厉害的 他叫匹首结膜 他有办法用神通变很多 很多那个 手工艺品 所以他也可以变这种pattern的东西出来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匹首结膜绝对没有办法 画出来 或者变出来 这样漂亮的那个千佛轮的图案 所以佛的这个脚底 连天上的工程师都没有办法画出来的 也没有办法变出来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说这个匹首结膜的 他有这个神通很会画图 很会变很好看的手工艺品 也可以盖房子啊 建筑物什么都很厉害 他是建筑师吗 他的功德是因为他修了一身 修行 他有这种智慧能够做architect 是因为他修了一世得到的智慧 而佛这个脚底的千佛轮呢 不是一世修来的 是无量节 修了无量节的智慧才有这个千佛轮 所以呢 那个才有一身智慧的匹首结膜 绝对没有办法变出佛脚底的那个千佛轮出来 因为人家是无量节的智慧得来 他那个才一身的智慧 所以一般人画不出来 所以我们造佛像 如果有人要造出来佛脚底的千佛轮 也不是真正佛的真正那个很庄严的千佛轮像 造不出来 你们明白吗 所以一个人长得像好庄严 那个是修了很多善很多福才会像好庄严 现在我们讲佛的第二个像好嘛 脚底有一个千佛轮 然后有故事了 现在讲故事给你们听啊 菩萨本身蛮论 这个是一部论 这个论里面呢 是圣勇菩萨造的论 那他有谈到 如来俱至不及他善缘起地实 这一部论里面有讲到佛为什么有智慧呢 因为他以前不嫉妒别人做善事 你们读给我休息 有一次呢 有一次呢 世尊跟着所有的大弟子比丘们一起呢 油画 他经过这个王色城 他们就停在王色城那边修行 大家继续读 事实如来从作而起 不虐虚空 现稀有事 足下显出千佛轮相 一一佛间付出八万四千种宝莲花 一一花出八万四千为妙虚业 赤地庄严 便富十方无量世界 这是说什么呢 就是如来跟所有的比丘 大家现在就住在王色城 这时候释迦摩尼佛呢 就要说法给众生听 他就从他的座位站起来 他就开始走路 他没有走平地上的路 他开始往上面走 没有阶梯的 走到虚空上面 当他一步向虚空的时候呢 他就现神通 很稀有的事情 大家看到佛往上走 每个人就可以看到佛的脚底 不然你看不到佛脚底的 平时对不对 因为佛往上走 往虚空爬 那大家就看到佛的脚底 佛的脚底有千佛轮相 然后发现到每一个佛 就是我不是跟你讲有千个支 那每一个支呢 之间 每一个佛之间呢 又会现出来 八万四千 种宝莲花 你明白吗 你imagine一下 那个千佛 你知道佛的高度有多高吗 他比一般人高一倍 当时的人 每个人大概是八尺高的 以前的 三千年前的人类 高度平均八尺 然后佛是多少尺 一倍 算不出啊 八成二多少 十六尺 所以佛是比一般人高一倍 十六尺 葬六八尺 就是十六尺的意思 佛是十六尺高 所以他脚大不大 非常大的 所以他一爬去西空 大家都看到他的大脚下 有千佛轮向 每一个千佛 每一佛之间 又可以变出八万四千朵莲花 不是普通莲花 是宝莲花 宝座的莲花 所以你们看 每一佛之间都有嘛 那等于八万四千 乘八万四千朵莲花出现哦 福福之间有八万四千 那总共乘起来 就有八万四千 乘八万四千朵莲花出现 大家看佛踏上去的时候 他的脚放莲花啦 就放出来 八万四千乘八万四千朵莲花 然后每一朵莲花又会呢 献出有八万四千为妙的虚业 而且很庄严 赤地庄严 因为一下子这样放出来这么多莲花 这个莲花就很多很多嘛 八万四千尘 八万四千尘 太多了 就慢慢飞咯 往十方飞咯 可以遍覆十方无量世界 从脚底放出来的莲花 可以遍满十方所有世界 所以他的莲花不是小朵的 会越来越大朵 明白吗 可以遍满十方世界 继续你们读 世诸花上各有无量 唯妙素佛 诸下皆现千佛伦文 适时会中 敬犯父王 见世事宜 心大欢喜 五体投地 向佛作礼 及时赠得阿纳寒果 你们可以坐前面呢 蛮好 那边哪里看得到 看得到吗 或者往中间坐咯 这么远来到这里 又看一下经文都好 看不到的可以往前面坐 OK 这些花 每一朵花 刚才说很多莲花 对不对 每一朵莲花上面 都有出现很多尊佛 你看 世诸花上各有无量唯妙素佛 每一朵花上面又出现 不是一尊耶 每一朵花上面有无量唯妙的这么多的佛 所以释迦摩尼佛一走上西空 就出现很多莲花 很多佛 然后每一尊佛的脚底都是有千佛轮 大家又看到每一尊佛的脚底有千佛轮 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很壮观 当时的情况 好看不好看 后台没后台 刚才后台了 你记不记啊 那段时间 开个爸爸走整国 这时候会中的敬犯王 他的父亲 看到这个事情 给坏山 三百分开 分开 他就看到 哇 我的儿子成了佛 有这么好的像好 他的脚可以放出这么多莲花 每一朵莲花又有无量的佛 每一尊佛脚底跟我儿子的脚底一样 有这个千佛轮纹 这么好看 然后每一尊佛的脚底的千佛轮纹 也是可以放这么多莲花 这么多佛 你们去imagine那种境界 是不是很好看 所以他爸爸看到非常欢喜 心大欢喜 心大欢喜 就五体投地 向他的儿子 就是释迦牟尼佛顶礼 一做礼 立刻就证到三果 阿那汉 所以佛度自己的爸爸容易吗 容易吗 只要走上虚空就度到他 他只要往上爬 爸爸看到他 看到他儿子这样的境界 他就证阿那汉果 因为在家人不能证阿罗汉果 在家人最高证阿那汉三果 要证四果阿罗汉必须是出家人 佛的爸爸是在家人嘛 所以他也度到他爸爸正国 因为阿那汉 因为阿那汉 接下来就是阿罗汉了 也一定可以了声托使 四十诸大众赌佛神变 贤共合掌白眼 世尊 我等经者所见十方无数诸佛 地观察已不能了知 何者真佛何者化佛 这时候所有的大众就是 假如你们当时也在场的话 你们赌佛的神变 看到佛的神通变化 你们大家就一起合掌咯 就请问佛一个question 就问佛说 世尊 我们现在看到十方无数的诸佛 我们仔细观察 我们已经搞不清楚了 现在 哪个是脏 哪一个是真的佛 哪一个是画出来的佛 我们都搞不清楚了 太多佛了 继续 此彼如来以大悲心明念众慧 极欲之曰 诸佛如来入空极处 解脱三昧随意自在 真话之相 照自如心 所以若何 这时候呢 释迦牟尼佛用大悲心 看到大家看到相好庄严 心里又有疑惑 对吗 疑惑也是一个烦恼 就看他们这么可怜 看到相好 总分黑还在怀疑 所以他说 好啦好啦 我跟你们讲 我们所有的佛 我们都入一种 境界叫空极处 我们都进入一种空极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境界已经是空 跟没事的境界就是极 still 那我们现在是用一种解脱三昧 我们是有定律 用一种很解脱的定律 叫解脱三昧 随意自在 我们呢 根本呢 心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有障碍的 然后至于呢 你们看到是真的还是变出来的呢 这是你们自己的心在分别 是你们的心感觉哪一个是真 哪一个是假 我们呢 已经没有被真假 真跟变化有什么 觉得不自在 是你们现在自己 哎呀到底哪一尊才是释迦牟尼佛 这个到底是谁呀 我们没有这个problem 我们都是很自在 随意自在 只有你们真啊 画啊 种种像 到底是真的像还是画的像 是你们的心在分别 为什么呢 他讲啊 你们再读一次 佛就解释了我们 佛的心跟你们众生是不一样啦 你们现在看到好看东西 又来question 哪一个是真 哪一个是变出来的 我们佛心呢 没有你们这个妄想 我们佛的心 每一尊佛本来他们的心就是 占然空极 他们的心很深很定 不会那么容易给人家影响 而动念头的 不会的 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很好看很好听 也不会跳起来 也不会哦 就没有定力那种的 佛的心是很深很深 不容易动到他的 他的心呢 根本就住在空跟极 空就是emptiness 极就是stillness 很定很定很静很静的意思 然后我们又有一种定力 叫做解脱光明王定 我们用这个解脱光明王定 以这个定力 我们就有办法 把自己的身体 变成无量无边的身体 然后我们所变出来的无边身 其实呢 就是所谓的saporo 就是什么叫saporo呢 saporo呢 翻译成中文就是一切字 就是 也叫一切种字 就是成了佛之后 你就会证到这个saporo 就会证到一切字 一切字的话 就是无法不通咯 对一切 一切理 一切事 都能够知晓 没有什么不明白的佛呢 什么都懂 这个就是一切种字咯 什么都知道 就是一个人成了佛 你就会呢 得到这种究竟圆满的果位 你证到成了佛之后 你就有这种究竟圆满果位的智慧 这种智慧叫一切种智 所以种种类 种种事情 种种人事物 种种世界 它都无法不通 什么都通达 世间出世间 种种品类 无不了知 叫一切种智 也就是说 当你成了佛 你就会成就这种saporo 就是成就这种一切种智 成了佛的智慧 佛的智慧叫saporo 也叫一切种智 也叫一切智 ok 然后他说saporo saporo saporo 是智慧 但是也可以说是定 这种智慧呢 也叫做不执着的定 我们靠这个不执着的定呢 我们就可以办很多事情 你看 无着定者如来所行 我们如来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是靠定律去办事的 对吗 我们用的定律叫做saporo 也叫做无着定 我们用无着定 我们有时候就实现呢 跟人家脱波起实 对吗 释迦摩尼佛以前也要脱波起实吗 有时候呢 佛也实现他精行 走来走去 再思维这些经法 我们不管起实 不管精行修行 我们就是用这两种法来利益众生 所以佛一举一动 都是用定律来做出来的 好像佛打个喷嚏啊 咳嗽啊 还是什么 他都是用无着定做出来这些事情 都是可以利益众生 佛咳嗽也可以利益众生 佛呢 他笑一笑也可以度众生 他不管做什么 一举一动都是在饶意众生 因为他的举动全部是从无着定生出来的行为 明白吗 接下 佑佛在世 有善男子及善女人 得见佛部千佛伦相 身心作礼 供养称赞 能灭千劫及众恶业 若佛灭寇 四部地址 助于证寿 想佛行部 恭敬供养 亦能消灭千劫之罪 释迦摩尼佛继续说 佛当时还在人间的时候 假如有哪一个善男子善女人 有善心 有善根的男子女人 假如你有机会见到佛走路的时候 所献出来的千佛伦相 然后你对佛 好像佛走过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会献出佛的脚印 他的脚印就是他的印 跟我们一般人的脚纹不同 他那个是千佛伦的图案 他走过那个地上会留下那个图案 你看到那个图案 你就赶快很诚心去顶礼 供养那个图案称赞 你就可以灭你的千劫极重的恶业 一千劫以前所造的重业 全部可以灭到完 然后呢 他说等到佛入涅槃之后 这些比丘比丘尼 又婆赛又婆仪 所有的在家居士或者出家人 他们如果佛入涅槃之后有修行 修到已经有三妹 住在正寿就是有三妹咯 有三妹的居士或者出家人 他们就有办法用定力打坐 然后就观想 用三妹的力量观想佛走路的时候的样子 然后呢 观想自己很恭敬的鼎礼佛走路的那个行为 恭敬供样 这样子修行也可以灭你的千劫极重的恶业 再来 色不想念祸赌佛基 即形象者 随分供样 身随喜心 所获福报 不可穷尽 就是说 哎呀假如你没有三妹的功夫 你怎么样也想不出佛走路的样子是怎么样 也不懂得去恭敬顶礼 没有关系咯 有些人不是有去印度朝圣看到佛走过的地方吗 对吗 有佛的痕迹留在那里 你看到了 或者是看到佛走路的像 也有人造佛走路的样子的像 我们还没有看到他 但是如果你看到的话 你随你的力量所能 就去供养那尊佛像 或者佛的留下来的足迹 你去供养的话 又生一个随喜心 你所得到的福报是不可穷尽的 所以你们听到这里大概也就知道了 佛的足下千福伦像 功德大不大 他要修很久才会有这个功德像 给人家看到了 人家都可以赠果 赠阿那寒果 给人家看到了去顶礼 就会带给大家无量的福报 继续 佛告阿南 我自往昔广大劫来 以尽信心恭敬一切 见彼所修 殊胜妙恨 常生称赞 使令争议 乃至维系一毫知福 未尝起心而极他善 事故我今获施圣报 请你们再读一次 现在呢 释迦摩尼佛就告诉阿南尊者 有关他为什么有这个千福伦像出现 为什么有这个福报 可以令众生见到 可以增果 可以增加福报 可以灭罪 为什么可以这样 我怎么样修了 告诉我们他的 因地的修行 他说我自往习逛 旷大劫来 就是我以前无量劫以来 旷就是很大 旷大就是 没有办法计算那么广 那么多的劫 大劫 这么长远 无量劫以来 我怎么修行 我每一次修行 我的心永远是不会改变 我用清净的信心来恭敬一切众生 对一切人 一切众生 一切佛 一切圣人 我都恭敬 我没有分别心 我用清净的信心恭敬一切 然后我看到别人修殊胜的妙恨 别人呢发心做什么善事 修什么善恨 能够度什么众生 做什么好事 帮助了什么人 给他看到这种事情 这种行为呢 他一定 他说我每次见到别人修行 修得很好 我一定 常常都会称赞 称赞对方 令对方更加积极的努力 更加积极来修妙恨 然后乃至维系一毫之福 还有 有时给我看到别人有一丝一毫的福报 别人有一点福报出现 给我看到了 我从来不会起意念 基督他的善的心 基督他有福报的心 我绝对不起 因为这样我就获到这种果报 殊胜的果报 我的脚底 是有千福伦相 这样明白吗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怎么修行了 要成佛的人 看到别人比自己好 应该起什么心 什么心 赞叹随喜的心 令他更加积极 你千万不要起什么 基督的心 你们怎么修行 随喜就有功德 你知道吗 不一定要你亲自去做那个好事 你看到别人做好事 你真的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去做 你起一个什么心 替他高兴的心 你就有功德了哦 这样简单就有功德 可是你不选修功德 随喜他的功德 你来选回光返照自己 运气这么不好 命这么苦 而来难过 你看我们信念 你可以选择难过 为自己而难过 你也可以选择 我替他高兴 他可以出家 他比我好运 他能够开心 我也替他开心 如果你们做人 能够抱着这样的精神呢 你们福报一定越来越大 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为什么不做这样的人 为什么每一次一定要 我一定要这个好处 一定要是我得到 或者这个好事 一定要我也能够沾上一点 那别人沾上了 替他高兴 我没有没有关系 他有 我的业障比较重吗 我过去是欠我的孩子 我的孙子的债 我必须要顾他吗 我顾他 我换喜顾他 把他教好 我又做功课给他 我又度两个孙子 三个孙子去成佛 也是一样 对吗 所以不能着相 我们今天在断比安就讲这个 就是讲说 不要去执着外向 就是说 我有得做这个 我没得做那个 或者是说 我的命怎么样 他的命怎么样 看得到的东西 听得到的声音 本来就是空的 你觉得有事 因为你有无名 但是如果你们修大乘法 你就会用那个很殊胜的信念去面对咯 遇到自己很不如意 别人很如意的时候 你就起什么心 替他因为很如意 而感到开心的心 譬如你现在有病 别人没有病 你就说 还好是我有病 他们都没有病 如果你有这个心 替这么多人没有得你这个病 而开心 我看你很快就没病了 因为你的心那么光明 那么清净 那么慈悲 一直为别人着想 你是修怨波罗蜜的人 你们知道六波罗蜜 对不对 还有十个波罗蜜 你知道吗 最后四个波罗蜜 叫方便波罗蜜 怨波罗蜜 立波罗蜜跟治波罗蜜 怨波罗蜜的人 他们的心 念念都是想要成就一些众生 所以当他给他看到哪一个众生 很好命 我不好命的时候 他不会为自己不好命而难过 他会为这么多人得到好命而开心 这个就是有怨波罗蜜的人 他功德很大的 他不会激烈的 天天 太子 其他人猴猴 他就分开了 别人自己 别人其他人 居于其他人猴猴 自己才好 开心 这个就是有修怨波罗蜜的人 所以我今天跟你们研究这个 刚好就给我想到我在美国 最近在美国金山寺 讲十波罗蜜的时候 就是讲到 怨波罗蜜 就让我知道说 菩萨是念念想要成就一切众生 念念想要供养一切诸佛 经未来记一直努力要深入佛的一切诸 就是刚才我讲那个一切总治 希望得到这个一切诸 所以他们一直想要去成就众生 我当时我讲到那一段 我真的整个人就好像 发喜充满 感觉到说 哎呀 如果我们能够修这个怨波罗蜜 我们不会烦恼 因为一切众生都是你想成就的对象 不管他给你麻烦 或者护持你 或者给你麻烦都好 你都是应该要成就他 对不对 你就还有会讨厌 没有敌人了的啦 那所以 现在给我看到这段经文 就更清楚让我知道 佛是怎么修怨波罗蜜咯 因为佛的信念呢 就是想要度一切众生 对吗 所以他每次都保持清净的信心 恭敬一切 即使那个众生多么饿 他会不会看不起他 佛会不会看不起饿的众生 绝对不会 他还是恭敬他的佛性 你们知道我讲什么吗 这就是有智慧的修行者 然后还一看到哪一个众生修很殊胜的妙恨 自己虽然没有他的功夫 他比你好几千倍也好 一倍也好 或者比你好一点点都好 我都要称赞 令他继续更加努力 你绝对不会看到人家比自己好 比自己有福报 一点点福报多你一点点 你就心里不开心 如果你心里不开心 其实就是基督心了 很多人都是为自己的不幸而难过 很少有人活着 每天就为别人很命好而开心的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 我告诉你 其实你是菩萨更性的人 你不是普通人 你是已经往昔修了很多是菩萨道 已经入了菩萨总性的人 他性格如此的 看到众生好 他就很高兴的 然后自己遇到不如意 他就放一边 不会去为自己难过 他看到还有很多人比我好 他为这个而开心 所以亚亚是好亚就是这样 对菩萨说 亚亚是好亚 我们不是亚亚是好亚 因为你们已经看你 我们又不是有福报的人 哪里有天天好命 对不对好运气 所以你就不会天天开心 但是你活着为一切众生而活 这么多众生 一定有很多众生 这个A今天好运气 B明天好运气 C后天好运气 但每天都会看到有人有好运气 有好福报 有好的善恨 一定给你看到 你就替他们开心咯 你不要替你自己而难过咯 就是这样子的人呢 其实就是有一种愿力的推动 他不是为自己而活 他没有想到自己 他只想到要恭敬一切 我这样解释你们明白吗 明白 所以你们要成佛 才能了生脱死的 你不走成佛路 你说我是在家人 我就持五戒就好了 我就学伦理道德 把地址归学好就够了 不够的 真正让你成佛的是大乘经法 或者是佛名 那一尊佛的名号 你一听到南摩佛 你只会念南摩佛都好 你一定中成佛的因 所以你们要知道 佛来人间 他度众生呢 是有分五称的 因为众生根性不同 有些人的根性比较低 你就叫他先修五戒咯 人称咯 伦理道德 怎么样孝顺父母 尊重师长 尊敬长辈 怎么样要有道德伦理 这个就是属于人称的 再高一点就到家的这个天称嘛 自然无为 叫你清心寡欲 不要有这个爱欲那么重 叫你升天的method嘛 那是天称嘛 然后呢佛教再高一点 叫你要出三界 那时候就真正要断你的爱欲咯 断淫欲 断种种的贪心 称心 痴心 慢心 要断 才能够出三界 就正阿罗汉果 那再高一点呢 更高一点的智慧的就是 毕之佛称 叫你修十二因缘 修十二因缘 他正的果叫毕之佛果 但是也是治疗憾罢了 再高一点的就是菩萨称咯 叫你要关心一切众生 然后 以后修也满 服务也满 就成佛 所以佛来人间 其实就是为了讲法华经 他就是要度我们成佛 因此呢 因此呢佛最主要是要告诉我们 你们都有佛性 你们都可以成佛 因此 他就慢慢教嘛 一下子叫你成佛 你没有兴趣 就叫你怎么做好人先 不要多三二道 叫你伦理道德嘛 慢慢在盖你 到最后说 你升天也不究竟 有一天会死的 会堕落轮回 不如你出三界 然后后来又告诉你 进度法门 讲无量寿经 哎呀 无量寿经更好 阿弥陀经更好 无问之说 没有人请问我 都要跟你们讲阿弥陀经 都要来介绍阿弥陀佛给你们认识 因为这尊佛很特别 谁愿意去他那边 他还人 只要你想去他就给你去 而且去到那里呢 一定成佛 没有一个不毕业成佛的 所以这样好的佛 他就介绍给我们认识 叫我们去那里 OK 那我现在讲回来 我要让你们真正明白 真的佛啊 你们能够念一个佛字 你都可以离开地狱 对不对 有一个人叫什么名 秦慧 他不是要多地狱吗 地藏菩萨救他吗 在地狱门口 就给他看他的手 你可不可以念一下这个字 那个地藏菩萨手上就写一个佛字吗 你可不可以读 你读一下 好不好 因为他跟他在有一生一起修行的 那么现在看他多地狱要去救他 叫他希望他念出来这个佛这个字 他就可以离开地狱 偏偏秦慧说 你 我是一个文学家 我是翻译者 在国家里面 什么语言我都通晓 我偏不跟你讲这个叫什么字 连一个佛都不要讲 他说我不跟你讲这叫什么字 不讲就救不到他了 他就多地狱咯 所以你们要了解 一个人能够念一个佛 他已经在开始灭罪 何况看到佛的千佛伦相 对吗 灭罪身佛跟正果 大家明白吗 所以你们有机会学大称法 一定要学 这是帮助你很快 离苦得乐的一个method 最快的 做在家人 也是可以离苦得乐的 你不出家 你因缘不具足 不出家 你坐在家人里用大称思想来面对人生 看到别人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这样子来过日子 你会很快乐 真的 有一句话讲 转一个念头转到好运连连 你们会转你的念头啊 转一个念头 你的好运就接着连连而来 所以你们要懂得转你的念头 所以你们要懂得转你的念头 不要动 激三个念头 要动好的念头 快乐的念头 再来 复赐阿南 我灭度后 若诸弟子 欲照佛像 当令身相聚足圆满 现色深光化佛围绕 即会足下千佛伦伦 使未来是一切众生 独视相已 获得广大吉祥 如意积极 重脏消灭无余 这是释迦摩尼佛交代阿南 他说我灭度之后 我入涅槃之后 你们所有的弟子们 如果想要造佛像 你们要把佛的像 身相 要把它造的圆满具足 不要缺东缺西 最好造出来的佛像 本身还要能够造出佛的身光 又有佛的光 也要能够造出来 然后佛的身光 他身体所放出来的光 光中又有很多化佛 所以他希望我们造出来的佛像 有佛本身 又有佛的背光 然后佛的背光当中 又有很多化佛 围绕 然后最好也能够 画出来佛足下的千佛伦像 那么让未来世的众生 一见到这么庄严的佛像 就得到广大吉祥如意 积极在这个人身上 你见到佛的向好状元 你身换洗心 那就是种下如意吉祥的开始 OK 重脏还会消灭无余 你们去法园去看那三尊佛像 那三尊佛像的背光 就是有化佛的 如果我没有看错 我还没有子序去看 这个就对了 造佛像是应该造出这样 有化身佛 在那个生光后面 大家都 如等比丘 当情思维 如礼而作 所以佛希望比丘们 好好的思维 释迦摩尼佛所讲的道理 然后依教奉行 所以我们跟大家一起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同时也希望大家更深一层 把经里面的义理去理解 然后用在你的生活当中 以后遇到一切的事情 你总会看到别人的一点点善心 善心 看到别人的善的行为 别人的善的好的那一面 你要起什么心 随喜赞叹 让他更加更上一层楼 你知道我们很坏的 我们一般人 偏偏人家做很多善事 你又一天看惯你没有什么 他只要做一点点的 你看不顺你的事情 你就批评了 有没有 等一下你一直讲他了 有没有 看到别的一点污点 我们就会宣扬 然后他天天做的那个善恨 你觉得也没有什么 你反而还会说 有什么了不起 修到这样还不是会这样 我们很坏了 我们就是有这种 不能够去 知见别人的那一种 平常你看惯了的善恨 你觉得有什么好随喜赞叹 我也会啊 然后呢 看到别人呢 比自己好一点 又 又为自己难过咯 自己没有他那么幸运咯 自己很 很 就是很倒霉咯 我就觉得自己倒霉咯 为什么还我呢 会这样想 这就是凡夫 没有发大称心的人 如果你是发大称心的人 他的信念真的很殊胜的哦 真的 就像我跟你讲 哎呀还好是我中这个病 不是别人 还好他们都还好 还好好的 如果你有这个念头 真的是不简单的一个人 是大修行人 明白吗 继续 我们来看看就是 足下千佛伦相的解释啊 嗯 就是足底线千佛伦宝的肉文相 为什么有这个呢 因为能够精进修行什么种种善法 能够去供养老师跟生人 出家人 供养你的父母 而且愿意做法布施才会有千佛伦相 有了千佛伦相呢 就是表示你有什么德恨呢 你本身已经能够照破愚痴无名 你已经没有无名 没有愚痴了 你还能够吹拂怨敌跟恶魔 你已经能够降魔 你又能够呢 破自己的无名 愚痴 又能够外魔 也能够呢 吹拂 能够呢 降伏他们 你有这种功德 才会有千佛伦相 明白吗 那刚才那个论呢 说的是说 释迦摩尼佛我生生世世不嫉妒他人的善 见人家的一毫之善 我都会赞叹 让他继续增加他的善恨 而不是去障碍别人的 明白吗 所以呢 我希望你们各位居士 如果你看到有哪一位居士发出家心 你千万不要跟他讲 你不要出家啦 你不要discourage他 就是 不鼓励他出家 反而叫他不要出家 你要有那个得恨 如果你是过来人 你是真正的一个开悟的人 你就知道这个人不适合出家 你可以讲 但是你不是开悟的人 你不要去 教他不要出家 你会惨的以后 会堕落的 你们懂吗 真的 你不要看有些人出了家好像很惨 看起来好像很惨 但是他发那个出家心 他本身就功德很大 他在的真能够踢上那个头 他一出家 刚刚得到戒体的人 他的戒体具足嘛 戒相也圆满 他会很庄严 那如果他业障又重 慢慢他又有一点点烦恼心 他的相又会变得差 会的喔 但是你们看到这样长相很 好像很憔悴 好像很苦脸的法师 你们不要退心喔 这是他个人的业 他个人要经过的 但是你们知道吗 他能够这么这一辈子里面 有一天他是修得很清净 那已经够他正果了 因为佛度我们出家 不会害我们去堕地狱 他一定让你成佛的 这是有根据的 你们知道吗 所以你们不能够看 所以在经典里面讲 连破戒比丘 你都不可以毁谤他 破戒比丘还可以度众生 因为破戒比丘 谁看到他破戒 他又没有写我破戒两个字在这里 那不知道他破戒的人 看他还是现出家乡有没有 可能他跟他有缘 他还会 哇 想要跟他学佛法 或者因为他而想归一三宝 所以他说 破戒比丘尚且可以呢 让人家归一三宝 让人家呢 学佛 念佛的因 成佛的因喔 所以他都还有这个德 你不能够毁谤他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了解这一点 因为现在的人太聪明了 很会比较 很会酸 很会看 很会怎么样 都是用做生意的头脑 来看修行这件事 修行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的 真的是不是这样子的 再怎么怎麼樣 你觉得看不起的法师 他都是已经种下什么 他每天有念任言座耶 念任言座会成佛 他每天也做早课誒 也做晚课耶 即使当 ah derz 他一定有做功课 没有一个不做的 他一定会成佛的 明白吗 所以我希望大家 applause 要了解 对佛法身三宝 永远保重 统持恭敬心 不要有分别心 现在看佛的第3个项好啊 32项的第3个 请大家一起读 手足指常胜于人 OK 再读一次 现在讲佛的手跟脚的指 脚趾跟手指 比一般人还要长 就是佛的手指每一根 都比一般人长 脚趾也是长的 长指向 就是指线长端子 吃地拥好 指节餐吃 就是说佛的两个手 两只手 都很细长 又很直 优雅 为什么佛的手 手跟竹呢 他的指都这么长呢 因为他说他过去世是什么修呢 供敬 礼敬 供养诸师长 熄灭本身的焦慢心 然后对一切众生都能够和顺 跟所有众生在一起 你都能够跟他们相处得很合合 他不会分派 不会说我比较喜欢这种人 那种人 他会跟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和顺 这个是让你得到向好的一个条件 所以你们要改变自己 在公司也好 在家里也好 在哪里的 跟谁相处都要有什么 要改变自己的态度 一定要跟所有的人都能够怎么样 和顺 因为你相处的人当中 因为一定有一些人你看不顺眼的 或者你觉得他不很不合作 他专门来捣蛋 一定有这种人 可是你对这种人 你也要能够和顺 你才是有那种得恨 没有吗 才能够呢 从那个人才能够 其实你觉得那个专门捣蛋的人 或者是不听教的人 其实那种人他的出现是来帮助你降服你的叫慢心 你们明白吗 这是你的我慢 看不起人就是我慢 你知道吗 你看不起这种 你觉得他是很捣蛋的人 你看不起他 你那个信念叫我慢心 他给你看到你有我慢心 因为 你看不起他了 明白吗 因为这样呢 我们 也要 跟自己 跟他也能够相处的话 那表示呢 他已经在帮助你 熄灭你的什么 焦慢心 你不要看不起他 你要看他还有很多优点 一切为什么 一切为心照 你的心如果 看 他的另外一个角度 你还会觉得可以包容 对吗 你看这个角度 你觉得 你就很 懊恼 很烦恼 所以 你的心照出来让你 感觉懊恼 也可以照出来让你感觉还ok 没有什么 这个也是无常向 不要放在心里面 你就有智慧 那他也就没有妨碍到你 然后你还可以随其他其他功德 他也可以帮助你拿功德 谁叫你感受呢 不看他的好处来拿功德 看他的坏处来起烦恼 起焦慢心 所以讲来讲去 其实是自己会修不会修呢 不懂得修行嘛 真的 我们众生 其实修行的机会常常都有 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都 制造很多机会让你修行 你看到别人的优点 你起随喜心 你有功德 你不这样做 你就去看他的弱点 然后你来起 看不起他的心 增长你的我慢心 又没有修行 又没有功德 还跟他解焉丑 变成冤亲在主 一想到他就生气 有没有 所以呢 希望大家要在这边下功夫咯 不然的话 学佛的人学到还真真吵吵 还学什么佛 对不对 此相表能令众生喜乐归一 惠命长远之德 就是假如 你有佛的这个手竹指长 鲜长又好看 不会 不是像 你看那个 骨头 那种手也是很 骨头 我们狗头很细 不是的 他是有肉的嘛 肉 手指啊 脚指都细长好看 很美的 很庄严 那有这个像好的人呢 他就有一种得恨 他的寿命一定很长 智慧也很长远 然后 然后很多众生喜欢他 会归一他 跟他学 跟他学佛法 明白 这个是一种像好 再来第四 手足柔软 胜于身份 再一次 手跟脚 现在也是继续讲手脚 现在讲手脚 双手双足 都是 特别的柔软 很细软 又优美 就好像啊 软到像什么呢 一种 一种 吹 吹 这个吹呢 就是一种鸟兽的细毛 有的鸟兽 他的毛很细很细很柔软 soft的 你知道吗 那佛的手就是这么soft 像那个柔软的毛 这样soft understand 为什么可以手 这么柔软呢 因为过去是 怎么修行啊 常常用饮食 衣服 博具 医药 亲手 拿来供养老师 跟出家人 还有供养自己的父母 才会手足柔软 如果你的手 人家摸你的手 你的手很粗 很硬的话 你这个人过去世 就不供养私生 不供养你的父母亲 你就不会有这个像好了 明白吗 有了这个像表示呢 是一种得恨 你能够用智慧跟慈悲 柔软的手来救护 摄取亲疏 就是 手足柔软的人 他有一种得恨 他有智慧 有自卑心 他有柔软的手 可以帮助 跟自己很亲的人 跟自己不亲的人 他都可以帮助到他们 他有得恨 能够射收 跟自己有缘无缘的人 他都能够射收 他一定有这种得恨 因为过去是曾经供养 他的父母 他的师长 他的 还有所有的出家人的关系 世事供养 你们懂吗 你们怎么样孝顺你的爸爸妈妈呢 你要给他够吃够穿 睡得保暖 有病要帮他买药 给他前医病 这些都是 修这些都会让你得到手足柔软的这种殊胜的功德 而且还要包括 你爸爸妈妈或者老师病了 病久了 到多数人病久了 最后都不能走路瘫痪 做轮椅 然后大小便都没办法了 穿pampers 对不对 那像这样的人 你就跟他换 换洗 跟他擦 洗 要这样来奉势 你的已经病了的父母 现在的人 父母如果病到这个程度 找一个mat 了 要不然就送去老人宴 有谁懂得 有病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送福给你的 你肯去好好服侍你那个病的爸爸妈妈 你就会感得 很好的德恨跟福报 天人会照顾你 佛菩萨也会照顾你 所以就是这样来的 因为你懂得知恩报恩 天也在看 佛菩萨也在看 所以你们要记得 要做这种事情 现在现代人没有不懂这种教育 所以 都是 把父母 送去给别人 其实如果你们有孝顺心 你忍心 看你爸爸妈妈 跟其他老人 住在老人宴 然后肮脏脏 那个富士也很粗鲁 这样事后他 你疑心何忍 忍心这么做吗 如果你有孝顺心 你一定不忍心 所以 现在的人 多数是 不能够尽本分 所以现在的人 灾难也就多了 因为福报没有吗 对吗 罪业又很重 又不孝顺 那因为这样的灾难 大灾难很多 因为普遍人都是这样 不懂得尽本分 不懂得孝顺 你们明白这一点吗 谢谢 第五个 守主旨 和慢 往胜于人 再读一次 有一种鸟叫燕 Anser 就是A-N-S-E-R Anser 这个燕鸟呢 他 就像有一点像那个 鸭的 铺 那个 水瓶的 水瓶的这个 铺 什么呢 你们看啊 鸭的 鸭的脚 是不是 有好像有一层墨 这样有没有 这样连接 他就是说 佛的 手竹呢 手竹子之间也是有这种情况的 这种 和慢网 手竹子跟子之间 都有联络的慢网 好像水瓶的 浮沫 这个也是一种像好 但是长得怎么样 我也不清楚 没有看过佛的手嘛 反正他说这个是他的像好 这个子 他以前是修布施 爱与力行同事 试色法 用这个试色法 平等来饶益一切友情 而感得此相 所以你看佛度众生 都是用什么心来度众生 两个字什么 平等心 他一定愿意平等教化一些众生 不同的众生 用不同的方法罢了 比较调皮的众生 用另外一个方法 然后比较顺的你用那个方法 有的众生你跟他同事 他就会听你的话 有的众生你必须要布施给他 他就会听你的话 对吗 有的众生你要做利益他的事情 他就感动了 有的呢 你跟他说好话 他就会听你的话了 所以不同 要用不同的method 有四种 布施 爱语 或者利行 或者同事 你就可以射受那个众生 来受你感化 这个向好表示你能够离开烦恼的恶业 你是一个自在解脱的人 你已经可以到达无为菩提彼岸的 你有这种德 已经到达无为菩提的彼岸 就是你是一个 没有烦恼的人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你都很自在 他也很解脱 然后呢 你已经 不管做什么好事 你不觉得你在做好事 你把 自己所修的一切都把它看空 不会执着 起我慢 你看我 给药烧行 没 你说 满台 他已经 猛歪 就是无为了 有为 像没有 有作为 就像没有作为一样 不会叫慢 不会看不起人 不会觉得我比你修得更久 或者我比你来佛堂更久 不会有这种骄傲心 这个就是无为 有这种无为的得恨 才会有这种向好 OK 继续啊 第六 竹根 聚竹 蛮好 再来一次 竹根 聚竹 蛮好 蛮好啊 你的名字 竹根 聚竹 又蛮好 什么意思呢 佛的脚根 我们的脚根 你们懂 脚竹根 他的竹根 是广 平 广平 他的竹根 很圆满 又广 又平 后脚根 脚的后跟 这个是因为过去是用方便的智慧 去持戒 又能够很精进听法 又勤修善业才敢得这个向 此向表能 饶益度化 敬未来寄一切众生之德 假如你的脚根呢 长得那么样子的广 又平 又那么圆满 具足很圆满 你看起来就知道很美很美的啦 这种人呢 过去是 持戒 又常常听法 好看 很勤力去修善业 才会有这种竹根向好 而且有了这种竹根向好的向的人 他一定 尽未来寄得会度一切众生 他会去利益一切众生 他会永远做这件事情 脚根是圆满的 OK 再来 竹 富 高好 根 相称 如果是佛说佛明经 就是这个蓝色的 竹福高好 与根 相称 像 是什么意思呢 竹福 就是 指说 佛的竹背 佛的竹背 是高起来的 我们的竹背也是有高起来的 对不对 可是佛的竹背 高起来 高到很圆满的 我们的不是的 还是有一点点 好像 不够 丰满 这样 佛的是很圆满的 他说佛如果脚踏在地上 他是不广也不暇 竹下色如赤莲花 就佛的脚下 他的color 佛的脚底的color是 像红色莲花 红色的 佛的脚底是红色的 竹子间网 及竹边色如真山湖 他的竹子间 这边还有那个网吗 他之间有这个网 他的颜色是像 真的 珊瑚的颜色 佛的 指甲 是什么 很干净的 赤铜色 红色的铜的颜色 所以 不用去涂 指甲油了 他本身就红色了 赤铜色 竹肤 他的 就是这边 竹背 高起来这个color是什么color 真金色 Golden 所以脚底是红色对吗 这个是真金色 然后指甲这个是赤铜色 那指甲之间那个是真珊瑚色 然后呢 竹符上呢 他的毛 佛的脚有毛吗 他的毛呢 是青皮琉璃色 你们去imagine佛的脚真的是很美的 其竹也好 譬如雜宝 所以他的脚像 雜宝鸡 好像穿上 各种宝的那个 鞋子一样 他的脚本身就是穿很漂亮的高跟鞋 你们穿那种高跟鞋 很美的高跟鞋 因为他脚本身就very colorful 就是 那些各种宝贝的颜色嘛 本身就很美了 不用再 买那些漂亮的 鞋子来穿了 脚就是很漂亮的鞋子 雜宝鸡 这是雜宝鞋 种种装饰 非常美 这个就是竹夫高好与根相称相 因为他的 跟脚跟得很美嘛 脚背又美 所以整个脚就是 特别美的 佛的脚 OK 这个表示说什么呢 佛以前在英帝修行 是修什么 修福 然后又勇猛精进 常常喜欢 做法 布施 所以才敢得 所以在佛教里面很注重法的布施 你们知道吗 说法给人家听 所以你们懂那么多佛法 我今天讲那么多佛法 你们要做法布施 回去之后 遇到有缘人 要跟他们说 你们想不想以后越来越美呀 你问他 当然要啦 不需要勤的吗 你去教他 你希望你以后福报很大吗 有千福伦相吗 你不要嫉妒别人 看到别人比你好 起随喜心 然后呢 还要赞叹他 不要起意念基督心 以后你就有很多福报 很多向好 庄严 你就教他们嘛 慢慢的改天他去做了几次 他说 我现在要改变我的心恋 我觉得我长得比较美了 现在 皮肤也变得细滑了 会变的 真的 心恋一变 你的身体 各方面都会变 一切为什么 一切为行造 你这样子来教他们嘛 再来 如依尼言 入网 传 先好 再读一次 如依尼言 入网 传 先好 这个是讲什么呢 讲佛 的 腿 就是这个part 你们看这个 这个图 这个部分 看到吗 英文叫 FEMUR FEMUR 我们人的骨头 最长的就是这一节 就是我们的大腿 这个节 这个是最长的 其他part都比较短 那佛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像谁呢 像这个 鹿王 鹿王的这个部分 叫船 这个部分叫船 就是你的膝盖到你的 胯那边 这个整个骨头 这个就是叫FEMUR 也是叫船 那么佛的这个 他这一个大腿 这个骨头呢 还有他的大腿的样子 绝对不是萝卜腿 是像鹿的 鹿的腿 你们去万活城 就可以看到鹿了 鹿的腿 上节 这大腿 上面那边 船 那个船 部分呢 是细的 不是粗粗的 但是是美的 不是细到像那个 像那个竹竿 这样的 不是的 所以你看 大家读啊 你看 他说大腿 还有膝骨的肌肉 像鹿王 这么多种鹿 最美的腿 就是鹿王的腿 鹿王 的腿呢 是他的大腿 跟膝骨的肌肉 是鲜 很细 好像很瘦 瘦还不要紧 他瘦到很圆满的 不是瘦甘巴那种 明白吗 瘦到很圆满的 又很坚固 很实在 不会说 因为他 细嘛 一下子就断 不会有这个problem 他是很坚实的 但是不会胖胖的 是先 就是瘦瘦 可是又圆圆 又很坚固 那个果报是从你过去是怎么修行 很专心什么 文法 大家读 专心 文法 实修 并善解 劝说 正法 所感 得 之相 发这个愿 将来要专心怎么样 听法 听的法 一定要如 如 说 修行 如佛所说的 实实在在去修 自己修 还要进一步去劝人家去修 也让人家了解怎么修 勤劳去解释给别人听 听什么 让人家了解什么法呢 让人家了解什么法 正法 你们今晚听的是不是正法 是不是正法 你们听了之后 你要实实在在去改变 听懂几句 就去修几句 去改变 努力的去实修 去欠缩别人来 也来修 让他们也了解 让自己怎么样命运更好 怎么样越来越有福报 怎么样能够灭罪 怎么样让自己 活得很快乐 有福报 越来越好 越来越没有苦 就转你的念头 要像佛这样 随时恭敬一切 懂得尊敬长辈 孝顺父母 又懂得 供养三宝 这些都是让你越来越好的 然后面对一切的人 为别人 而开心 随喜功德 一直这样过日子 你只有光明 没有黑暗的 你越来越光明的 所以念念都可以制造美好的将来 有了这个印尼沿路 路网船 先好像 表示你已经能够消灭一切的罪障 已经 能够在增长 界定会的 已经有这种功德 增长界定会的功德 跟消灭一切罪障 才会你的腿那么细 大腿 现在讲到佛 站立的时候 站着的时候 他的手 有多长 大家读 立手 摩西 在 佛说佛明经 他是说 双背 雍长 如相 王笔相 就是 指说 佛 如果站立的时候 两手垂下 他那个手 一定会长过 膝盖 你们站起来试试看你的手到哪里 来 指纹你站起来我看 离膝盖 一扯 佛 他一这样站起来他的手呢 超过膝盖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因为他过去是修习种种的善恨 离什么 我慢 不执着名利 做布施 是无相的布施 无相的布施 绝对不会斤斤计较 我曾经帮助你几次 然后每一次是给你多少钱 或者花多少时间在你身上 这些像全部空掉 要修这种布施才会守长 不然还不能达到守长的功德 明白 所以我们凡夫 如果你不明白 不明白一切本来是空 你就执着你很好 对吗 你把你觉得你很好的善恨 你就觉得很不错 就增长我慢 那哪里有功德了 对吗 但是你把你自己做的很好的事情 你也把它看空 你也并没有在做 你真的就会有这种像好庄严以后 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德 明白 这种信念 清净的信念去行善 就是带给你真正的功德 有这个像表示你已经有什么功德呢 已经降服什么 一切的什么 贪 贪 称 吃 恶魔 还能够安民磨顶众生 佛的手啊 为什么这么长 为了要 怎么样 他为了要怎么样 也是要帮众生加持咯 磨顶 加持我们众生 然后呢 也表示他已经可以降服自己的贪称吃的恶魔 我们要降磨是降服自己的磨啊 我们的贪心 称恨心 爱欲的心 愚痴的心 这就是磨 你能够降服的话 你就会 而且 还要进一步咯 无相布施咯 只是降服 贪称吃还不够 还要进一步去布施 帮助众生 又不可以有我慢 又不可以执着名利 因为你帮助众生 你一定有好名声 对不对 你常常行善利益别人 你不会有好名声 你们说不会啊 你看 人人都认识那个 很outstanding的人 对不对 他能够做大事 他能够 他地位很高 他管理很多事情 或者 他很会讲法 或者他会唱颂 或者他会做manager 对吗 或者他长得很庄严 或者他很会帮助人 像这一类利益众生的人呢 他一定有名利的 一定有好名声 一定有很多人会供养他 他一定有好的名跟利 但是当你 这样子做利益众生的事情 名利当前 你不能执着 然后也不要 执着自己的不思 要把他看空 叫无相不思 离开我慢 这样呢 你们所做的一切善恨 都是带给你功德 以后会成就这个向好 三十二向好 所以呢 我想 如果 偏偏 偏偏呢 你们很多在佛堂做事的人 因为没有机会听这些道理 你要发心去讲给他们听 你在道场做工天天 一个礼拜做五天 应该给那些 在道场做工的人了解 对呀 因为我们 在道场发心的人 大家也是用是非心的 他会想说 我做的这么多 然后那个人每次呢 就是偷工减料 而且呢会在背后讲我们的坏话 什么什么 我们就在这个是是非非那边过日子 你知道吗 不要这样 你这样啊 你跟他们一伙这样 你哪里有功德 哪里有向好 没有的 你看 你要 比他们更发心 然后又要不要觉得我比他们更发心 然后我又能够忍受 别人骂我 别人厌恨我 然后也不要执着我已经能忍受 那你就是无相不思 你就是真修行人 但是我们好像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哦 我们会讲 哎呀 都海鹏啊 养得啦 其他人都不得了 都 感觉我很可以 我是比较可以 对自己所 别人所不能 我所能 我们就有一个沾沾自喜 或者会说会怎么样 就是你的不思就变成是着相不思 不是无相不思 那你们所做的那个是有漏的善恨 还是叫摩业 不是佛业 因为你忘记了菩提心 有菩提心的人就是明白一切都是空的人 他不会执着我怎么样比人家更好 或者我比人能忍 我比人家更能够怎么样 我没有拿薪水呀 我是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念头都不起的 还起这个念头 表示你分别心很大了 你没有看空 这些假象 你根本没有菩提心 所以你是忘记 修善法的人 因此你还是摩业 你做的怎么好 最多升天 来世会升天 但是还是under 摩的control 你还没有出善戒 明白吗 还不够的 所以upgrade你的修行 你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无相 的道理 就是实相的道理 一切本来就是空 不能执着 虽然空 你的念头很重要 你有执着的念头 你有一个我慢的念头 在做好事 那就善恶夹杂 也是会 带给你福报 同时还会带给你麻烦的 所以你就变成有时候如意 有时不如意 因为以前修行的时候就是 有时又修好 有时又 又骄傲 有时又看不起人 就是这种错综复杂的信念 使到你现在人生就很多 如意不如意 种种错综复杂 那你希望以后你完全越来越圆满的话 你要让保存 保存你清静的念 不要落入分别 要把一切外向 我们今天学的就是 外的妄向 外面的虚妄向 要把它看空 不要去分别那么多 不要觉得自己好 别人不好 因为有一个我跟人的像 就不是三轮体空 就跟般若 就不相应 跟心经 跟金刚经 都不相应 不相应呢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漏的善恶业 绝对不能了生死 也不能成佛 所以你看佛 他们就不同了 他们在往昔 你看他的手为什么可以过膝盖呢 因为他们很努力去修什么 种种什么 善恨 你手长的人就是表示你很可以帮助很多人做 你以前做了很多善事一直帮助别人的 你做很多善恨 但是呢 你要尝到那个程度的必须已经离开你的什么 我慢 过去是修善恨的时候 没有因为修很多善恨而骄傲 没有觉得我比人好 如果别人不尊重你 你不会生气 那厉害 所以上人讲嘛 徒弟骂你 你能够不生气 那才是真正的忍住波罗蜜 如果师父骂你 你说我不生气 师父本来就应该骂你的嘛 你不生气有什么了不起 他说了 对不对 所以老师骂你 你不生气 你并不厉害 老师骂你 你本来就不可以生气的嘛 对不对 那你的学生骂你 你还能忍 不生气 真的就是忍住波罗蜜 你成就忍住波罗蜜 你是有修行的人 所以也就是说 相反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修很多善 但是很多人用善恨来装严自己的我像 做的善事越多 做的好事越多 他的我像也就越来越大 为什么会越大 被影响了 因为你做的善事越来越多 做好事越来越多 大家每个人都有眼睛会看的 每个人就会知道我这个人真的是好人 每个一定赞叹你 好名声就越来越大 然后呢 你的利益也越来越多 很多人都 什么都会让你 都会很喜欢你 你就是得人心嘛 你又好名声 大家什么好处 一定先让给你的 第一个一定想到你 因为你再是一个好人嘛 很好的人 你一定有这些名利当前 所以不知不觉 你觉得 你那个 宫高我慢 就跑出来了 就庄严的我慢 而不自知 你们知道 等到有一天呢 有一个人不是这样 认为你的 而是觉得你很糟糕的话 你一定承受不了 你一定很难过 很伤心 然后你推到心 你们懂吗 所以 不知不觉 行善恨多了的人 增长我慢 而不自知 然后就不堪一击 人家一句话 你就受不了 你就倒了 那你们回光返照 过去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你就想 以前不懂这个法 现在知道了 那我懂了 我还是要积极 修善恨 可是 我不可以执着名利 别人给我坏名声 我不要难过 因为我天天听到 都是好名声 一有一个不好名声 我就难过 那我就是 执着名利的人 就跟自己说法咯 那我怎么会有向好庄园 不行 那我所做的布施 布施 无向布施 都是着向布施 有一个人我向 我在做那么多 然后 你会这么想 对不对 你会这么想 就人我向不空吗 那你的布施 就不是真的布施 那是磨叶 布施布施 波罗蜜 所以要波罗蜜的程度 必须是 那种清静的念头 就是没有一个 记得我曾经做过什么 然后也希望别人记得你怎么样付出 然后别人呢 又嫌弃的话 你又难过 没有这些 有人嫌弃也没有关系 有人赞叹也没有关系 他不受影响 他会从中吸取经验 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做得更好 改变自己的态度 让人家更加的 不会找你那么多麻烦 对吗 慢慢改变 你改变你的态度 人家也会对你改变态度吗 对不对 所以你们看 佛的修行 就是这么伟大了 他不是一年保持这样子的修行 三生四世都勤力修三恨 勤力去离开我们 没有 执着 好名声 不好名声 没有执着我得的利益多还是少 为什么他给他那么多给我这么少 为什么分的食物 派给他那么多派给我这么少 不会有这种的分别心 也不会想去扒过 这些事情 这才是真正修行的 新菩萨道的 居士或者法师 明白吗 好了 第十个像 佛的第十个像 因为佛是献男的 献男生 男生才能够 视线成佛道 所以男生 具有阴障 阴障呢 就是 就是男根 佛的男根 是秘密的隐藏在他的身体里面 像马 阴障像 马的阴障呢 也是藏在他身体里面的 那佛的也是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个像呢 因为他已经 断除了什么 邪淫 以前的修习这个正观 常常用慈悲心来射受众生 才会感得这个像好 如果有马硬障像的人 他的身体是康顺 很健康 很顺畅 他不会有哪里不舒服 他不会有那个 盈喻的念头 没有了 他没有这些问题 然后他寿命一定很长 也很会说正法 然后能够广泛度一切的信众 他能够在过去是救护那些部位的众生 本身断除邪淫 又能够呢 救那些 很害怕的众生 有畏惧感的众生 他会去帮他们 离开部位 所以今世呢 寿命长远 有很多弟子的 他会有很多弟子 这个大致论里面说 佛的阴障像呢 如调善像宝跟马宝 如果你成为转轮身王 你有七种宝贝 其中一个宝贝叫像宝 你会有一只大象 自然出现的 你也会出现一只马 那个马叫马宝 像叫像宝 你转轮身王的像宝跟马宝 跟一般的像跟马不一样 他们有阴障像 这个像宝跟马宝 他的阴障 他的南根 是藏在身体里面的 然后就问说 如果 菩萨得 阿纳多罗撒米尔三菩提时 诸弟子和姻缘见阴障像 如果一个行菩萨道的一位菩萨 他今世是最后一世来人间 然后就要实现成佛 当他一成佛的时候呢 诸弟子和姻缘去看 佛的阴障像 你要观佛的三十二像 其中一直观他的阴障像 你怎么看 那怎么办呢 回答是说 为度众人 结众一顾 是阴障像 为了度所有的人的怀疑 佛就会给你看他的阴障像 然后又有人说 佛变成一匹马宝 或者像宝 然后佛会跟弟子讲 我的阴障像 就跟这个像宝马宝一样 明白吗 其实我在去年 华元法会 我有 在波罗观生事 有跟大家讲过 佛的 三十二像的阴障像 那个是处置 什么经呢 观佛三昧海经 那时候呢 佛要示现他的阴障像的时候 弟子们都不在 全部的弟子全部离开 只剩那些 营女 那些营女想要看佛的阴障像 因为他说佛是 是不难 不难就是说他不是男人 所以他一直叫我们不要断育去爱 不要有淫欲心 男人都会有淫欲心吗 佛呢 他根本不是男人 所以他才会叫我们不要有淫欲心吗 所以他本来都不是男人 所以我们何必听他讲话 他不是正常的人 那些营女这么说 明白吗 那佛为了度他们呢 就有视线给他们看 这个上次我有讲过了 我告诉你佛的阴障像真的很妙的跟一般人的不同的 他会变莲花变什么就像他的脚底一样的 很妙很妙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佛的庄严 他连他的硬帐 我们大小编的那个硬帐 他本身男根 他都可以让众生看到 都会断育去爱 那些营女全部就 就修行了 各个都修道了 就 不要做妓女了 修行了 他就有办法让你看到之后 你就断淫欲心 那才是厉害 对吗 那一般人的话你看到你就起营欲的念头 对不对 凡夫因为你有营欲心 你就会影响别人也起营欲心吗 那如果你是已经断育的人 你那个 那个大小编的地方 他都可以让人家看了 都会正果 都会成佛 都会 离苦得乐 那就是成佛之后就有这种功德 你们明白 所以就是讲说 阿弥陀佛多么慈悲 他发愿 假如我成了佛 所有的人生到我的世界的人 每一个都会有这个向好 其中一个向好就是马鹰障像 然后每个人去到极乐世界 你们脚底自然就有千佛伦相 你都不用无量节的修行 你只要肯这一世努力一点 拼命一点 专心一点 积极一点 精进一点的每天 一直念佛 一直求往生 发愿要去极乐世界 天天这样精进 精进这几年罢了 你就可以去极乐世界 然后你就有三十二项 我们已经讲了十个了 明天就可以从第十一开始讲起了对吗 现在呢 再读一次我们所研究的十个向好了 第1个是什么 足下 安平 如连底 你去到极乐世界的时候 阿弥陀佛说 你一定 你的脚底 每个都是平的 不会有凹吐 假如你不肯去极乐世界 那你什么时候哪一生哪一次才能够搅平底呢 我告诉你 无量节之后 没有那么快 因为这个要深深世世行菩萨道 行多久 他没有讲 有啊 三骑修 福会 百节 众向好 像释迦摩尼佛这样精进的菩萨要用100个大节才能够修到这样的脚底 100个大节 你们明白吗 好久哦 但是他已经三大阿僧齐节修福修为修圆满再加这个的 那你的三大阿僧齐节的福会都没有修圆满怎么可能有百节的那个像好呢 所以我说无量节咯 你才会有这样子的像 像帽 脚底是平的 understand 所以 还是去哪里好一点 去极乐世界啦 马上就有啦 一出世就是这样的啦 再来一出世之后你的 竹下有什么 千伏伦向 第三 你的竹是什么呢 再看呢 手竹指 长胜于人 你去到极乐你的手指跟脚指都是长 又好看的 第四你的手竹是怎么样 柔软 很soft 再来 第五 手竹指 和漫网 胜于人 第六是什么 你的竹跟巨竹蛮好 第七呢 你的竹 肤高好 根 相称 再来 你的大腿 是怎么样的 如依尼言 路网船 先好 第九 你有什么向好呢 利守摩西 你站起来你的手自然就超过膝盖 到了极乐世界你会有这个向好 还有 你还会有什么 鹰藏向 鲁马王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十个 32项的 十个项 明天晚上再继续 现在回项 我说明天晚上再继续 自然间回顾 心的 一切 我说明天晚上再继续 我说明天晚上再继续 我说明天晚上再继续